加州南部有土石流 而加州的北部山火仍然在无情的肆虐着 加州以及联邦消防部门日前表示 在加州东北地区有一处相隔8英里的山火 正在不受抑制的燃烧当中 而当局也表示 其中的一个山火已经摧毁了8座的民宅 毕竟促使了一座小型的医院 进行人员疏散一侧安全 目前加州共有14处山火正在燃烧 而这两处野火是在相隔一天之内 在拉森国家森林中发生的 到周日早晨 火势已经延烧到私人房屋 并让90平方英里的地方化为焦土 在前一天的过火面积为39平方英里 这两处火灾中的破坏力较大的火灾 称在威胁伯尼镇 那里有一家万耶纪念医院 该医院专门收治患痴症的病人 当局决定疏散该医院 病人被转移到55英里以外的雷丁 沙斯塔县警局 已经将伯尼镇放在疏散观察名单上 该警局在周六 曾经命令三个比林社区的居民 在周六晚上疏散 当地警察局警官约翰格林表示 该地区人烟稀少 当局现在还不知道 究竟有多少居民受到影响 以及这些被火烧毁的房子 是度假屋还是永久性的住宅 在第二个山火边缘的一个社区 目前仍然处在疏散令的有效期 该处山火是在周三时因闪电而引发的 到周日的时候 加州森林与火灾保护部门发言人 丹尼斯·马蒂森表示 这两处山火是联邦 州以及地方消防当局 正在铺就的十四处山火中的两处 这些野火位于加州中部和北部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